今天呢 事實上慈濟在這一邊 事實上也是我們內湖地區 我們大家庭的一份子 今天各位所擔心的 所在意的 所希望去做到的 慈濟更希望做到 因為今天慈濟在這邊所做的一點一滴 我們等於是為我們這個社區 一定要劃下一個保證票 所以呢 今天在這個大湖地區呢 我們慈濟的家人也很多在這邊 甚至於在座各位有許多都是我們會員 各位的生命財產安全 乃至於居住環境的品質 這個是我們最在意的 所以專業的以我現在可能沒辦法談太多 但是呢 就我們慈濟在社會的公信 在世界的公信 我想我表達這一點 各位也可以來做一點思考 所以今天呢 慈濟跟各位是在同一個 很期待這邊是一個很安全的 這樣的一個平台價值裡面 我們共同在努力 所以在這邊我們要感恩我們環保的團體 我們在這邊各個聯盟 大家提供的意見 我們都是會做非常好的思考 但是專業還是放給專業 不過就我這邊還有一點 跟各位來提 慈濟呢 今天在我們環境保護 它是在每一個人生活的態度細節 乃至於平常我們在做許多的慈善工作 都是一個堅持的理念 完全沒有打折 這個是我舉個例子 上次在莫拉克風災的時候 當時呢 我們有兩塊地 要為屏東地區的屈民來蓋永久屋 那麼那個時候呢 有一塊是在山坡地上 就是馬加 有一塊呢 是在長治 它是在屏地 馬加的條件很好 可是呢 正言法師告訴我們 我們既然在帶動社會的環品環保 我們一定在這邊的話 要堅持就是讓山民養息 所以我所知道的慈濟 以及正言法師一直在教我們 我們就是在這邊 點點滴滴就是要再 不要去破壞自然環境 可是今天在這一邊呢 相信各位也可以看到 我們整個的建築跟評估 跟運作呢 完全是拋開了所有的林地 我們是在平地上來做規劃 來做思維 那在這一邊呢 今天我們也只是要讓 這裡呢 整個大地更透氣 整個大地更美化 讓我們在內湖地區 大家可以生活得更 大家環境更好 就這樣的一點點思維 我們想說 是不是可以為內湖地區的民眾 大家共同來經歷點心思維 那也帶動這邊 許許多多善的理念 說到剛才善的經濟 那今天呢 正言法師 也讓我們去努力思考一件事 這個跟我們大地的環保也是有關係 而我們知道在全國有二十幾萬公頃的農地 它是休耕的 那上人又看到了許許多多的貧窮 因為大家現在思維力也很高 他說四農工商不能均勻發展 那我們如何讓現在 休耕的地能夠成為一個經濟 乃至於偏鄉跟原鄉的一個就業機會 這個也是今天實際在發展慈善農業 我們發展慈善農業是讓大家就業機會更多 而讓整個社會有更多的經濟的一個層面 正常的正向的一個發展 但是我們不是以農來增利 所以在許多的思維 包括農業在慈濟的慈善農業裡面 是完全不用有機肥料農藥之外 我們甚至於連化學肥料都慢慢的漸漸的 我們要拋除掉 因為它在生產的源頭已經是對大地的污染 對資源的一個污染 所以在這邊我們所有的親近在於 源頭的一個慈善農業提供就業經濟 這一個方面 這個是慈善經濟的一個思維 所以在這一邊我們很希望說 慈濟每個人在點點滴滴 他的生活態度每一個悟命都要當他元席 各位可以看到這邊很多 可能看到了美化的東西 都是一點一滴都是資源回收再應用 元席悟命 這些我們就挽回了多少的生命 多少的這個資源 所以在這一邊呢 我們把它當成一種生活的態度 當然今天也在這邊跟我們鄉親們 跟我們內湖地大湖地區的鄉親們 我們大家是一起的 共同在一個平台 為了這邊的安全 為了這邊的永續 乃至於對這裡整個環境的一個改善 我們希望我們大家共同一起來 我們沒有分你我 而是我們大家在共同一個大家庭裡面 我們共同來討論 謝謝各位 好的 那我們就繼續聽大家的意見 謝謝第一位女士有舉手 謝謝各位